我們警察有一句話 我們早上社會有一句話 說不用煩惱 出庭就告報 就是不要擔心 出庭就一定會交保 而且跟蘇緯碩醫生講 第一不用煩惱 出庭就告報 這件事無關你的事 這件事無關你的事 這個事情跟蘇緯碩醫生無關 蘇緯碩醫生只是個祭祈而已 這個根本不是 就是相樁五件亦不在蘇緯碩醫生 他在亦在誰 他亦在所有的 以後要再講的人 殺雞儆猴 就是這樣 我跟你講 好 你們大家一直很疑惑的時候 為什麼要早10點對不對 我跟各位講 一般這種叫交辦案件 交辦案件是 譬如說檢察官 因為不是所有案子 一定是警察局報案對不對 有的是案檢察官 譬如說以前案鈴那些東西 或者是通緝犯 譬如說通緝犯跑掉了 會報給誰 會報給地方的地檢署 譬如說彰化有通緝犯跑掉了 彰化地檢署會有個名單 我這邊有12個 然後他就會交給彰化地區的 什麼鋪資 分局 什麼分局 你咧 你咧 去查 通常分局長拿到了 就會交給誰 派出所或偵察隊長 偵察隊長就會開始分配了 偵察隊長有幾個分配的原則 第一個就是 平常沒什麼績效的 我總要補點績效給你 你查槍查不到 查毒查不到 幫我抓個通緝犯 10分 8分 崩潭也不錯 總比你這個禮拜不及格 來得好 所以通常這種交辦案件 到最後會給績效 比較不好的小隊 如果這樣子的話 會有幾個狀況 第一個 如果 第二 兩種狀況 第一個 如果這個偵察隊長是故意的 故意的 他就會故意找 很不容易 這個小隊通常會找什麼時間 來辦這個案子 通常都是他不容易刷 你聽懂我意思 這不是他分內的事情 這是交辦案件 所以通常會把事情忙完 譬如說我做完筆錄 開始通緝犯什麼抓一抓 所以重要的可能是 早上10點對不對 對 丁怡明 晚上10點 丁怡明 下午2點 早上10點這種 長官要看的丁怡明 我通常要長官 不是10點的意思是什麼 分局長 夫婦的順序 過去就好 有來就好 因為分局長也是要下班 你晚上10點把分局長 問到書的時候問必須 分局長 封城 起床 幫我簽一下 不用 怕事才有機會 所以一般來講 這種就是會有 他們會有很多很多的考量 我看了那麼多抖內 還是忍不住想要你 我真的藏在細節裡 怎麼知道 抖內怎麼又回去 你專心一點好不好 所以我的講 10點我覺得 這個是警察的一個不方便 就是這個小隊一定是 白天辦案完之後 各個小隊有一個叫做東班 當班 當班就是跟我們的小夜很像 值班的小夜 就是我們不是以前記者 7點下班 然後7點半以後 會有一群晚班的記者 那個就是當班 他們當班會當班到 第二天早上七八點 所以常常問那種酒駕車禍有沒有 問筆錄問一問一問 通常都早上才會送 因為他們都是晚上在問這種筆錄的 早上七八點 然後於是會通知記者有沒有 社會主來 我這邊要抓到黃偉和酒駕 然後我們要趕九點下班 你們趕快來拍 不好意思用你了 沒關係 送完之後我們要下班了 所以他們是九點下班 所以當然我們社會記者 都大概九點多 十點就趕快去 十點以前趕快去 拍一拍 這個晚上當班的小隊要下班了 所以他們也有上班時間 所以我在想 蘇偉碩醫生的這個承辦小組 他是那一天東班的 那一天他小夜班 小夜班他故意這個時候 跟你約我忙完你十點來 他沒有考慮到其他人的想法 就是我方便的時間 其實就是你有大月而已 我剛才我那天也講 丁怡明這是什麼 那個不是特權那是什麼 我跟你講 本來約是禮拜一 那叫什麼 一樣 值班的概念 我禮拜一才跑新聞 所以我禮拜一跟玉方哥約說 我禮拜一給你採訪 結果玉方哥神通廣大 去跟我們總監說 不好意思 我禮拜一沒贏 而且我不想要讓這麼多人 看到你來採訪我 我幫你用禮拜 我說對不起 禮拜天我沒上班 你們禮拜天會不會上班 禮拜叫你來採訪買嗎 有人買嗎 我們三號機買 因為現在中天禮拜天 因為你本來禮拜上班 你是 對 你看 他就禮拜天上班 他沒話講 剛才住到 我禮拜一上班 你叫我禮拜天來上班 為什麼 會不高興 但是誰可以神通廣大 直接打給你的總監說 叫馬千惠 叫如果是禮拜天 來給我採訪新聞 除非林玉芳 玉芳哥 直接通上面 所以丁怡明的事件 你不是特權 那什麼是特權 我直接用警察上班的時間 來講就好了 我本來禮拜一上班 你叫我禮拜天上班 搞不好我跟我老婆約好 我要帶小孩子去泡溫泉 我要去墾丁玩 車票取消 餐廳取消 全部取消 誰有這個能力 就是我警察配合你 誰有這個能力 丁怡明嗎 丁是後面那個老闆 胡嘛 丁怡明是胡嘛 誰是胡 蘇貞昌 胡加胡的 他通電話 我頂的不方便 給我換禮拜 我的合理懷疑是這樣 所以蘇偉碩醫生也是 警察其實你可以方便老百姓的 你對丁怡明就是這樣 你對蘇偉碩醫生的 10點給我來 這是我不滿的地方 那你高雄市警察局有沒有交 請問一下劉柏良局長 你以前是公關警察 劉柏良局長 是一個公關室的警察 他辦案能力不強 被長官賞視能力不強 可是他公關非常會做 你既然這麼會做公關 你不把蘇偉碩醫生放在眼裡 你們卻把丁怡明放在眼裡 警察的標準在哪裡 丁怡明可以隻手遮天 可以換 再進去停車場 蘇偉碩醫生就要被你們小隊 招他 10點再來問病 我覺得我就是看不起 我就常常講鴿子幫 自從這兩個警察 因為一個蘇貞昌的人 一個陳菊的人 鴿子不做做走狗 你們這就是鴿子不做做走狗 這如果說下一次就半夜 約談你 最好哪個分局來約談我 我就再好好的給你們 變兩句什麼叫六法全書 因為警察你們都知道 我的個性 我跟你講如果真的要這樣子搞 刑事局 黃明昭 你有多少狗屁刀刀的事情 在我們社會記者手上 你真的要大家這樣玩嗎 你今天可以欺負這些老百姓 我們這社會記者就可以欺負你 不是這樣子玩的 每個老百姓 他本來就有說話的權利 請問一下 我們社會也常常講一個東西 判決都會 尤其死刑 求其生而不可得 這是法律人基本常識 蘇偉碩醫生的事情 你要求其任何方法都不可能 剛剛雲芳哥講得很好 沒有來辯論 沒有來中天大政治 包括煮個鑽精 我們來這裡罵 可以嗎 你要用盡所有的方法 你封不了蘇偉碩醫生的嘴 你再去想這種司法的手段 這個是最下山岸的手段 動警察 以前我們這個叫什麼 警察帝國 你現在讓台灣整個變警察帝國 警察出去查水表 這不是警察帝國是什麼 民進黨現在搞這一套 你要用任何不能的方法 你再去用司法的手段 不是 你現在第一個手段 不管最可怕的是什麼 以前還有檢舉部隊 不管丁怡民那些檢舉部隊 還有慶功的事件 對不對 那些都檢舉部隊 檢舉達人 現在是衛福部自己 連你們衛福部 都懂得怎麼用警察 你們不可恥嗎 你們是知法 玩法 還弄法 因為法律都在你們手上 自己人用國家機器來搞老百姓 民進黨囂張到這什麼地步 我跑社會真的看不下去 如果這樣子下去 我跟你講以後誰敢講真話 沒錯 誰敢 蘇維碩醫生都這樣了 我們呢 我們還有蘇維碩醫生的聲量嗎 沒有 很多老百姓沒有 全部禁聲 如果你真的要這樣搞 那你把所有警察 跑到每個醫院去站崗 把生命分局 你把你的轄區所有的榮總 派什麼醫院全部都站崗 哪個醫生敢寫馬上抓起來 哪個醫生敢寫我臉書 馬上抓起來 全部抓 我不要這樣搞 我是覺得 還是唸一下斗內好了 VVN線快點TV在iPad上面 無法旋轉螢幕逢著觀看 麻煩想辦法修復調整 感謝中天我們都站 iPad上是直的 你們沒辦法在iPad上面看 這個應該不可能 因為快點TV 它是4手機的 所以它在iPad上 它會是直式的 但我們還是反映一下 對 因為蘇醫師講的東西 基本上是涉及到 專業的問題 就是說他講的有道理 會不會有道理 我30秒就好了 我請問 他拿了這個大小書 我問這些警察 我們這些老兄弟老朋友 拜託 他的論文你看得懂嗎 那個程序會是什麼 一定是他來了 然後我叫你帶的東西來了 帶了嗎 帶了 他不是要他帶什麼 有關萊克多巴胺之研究 以及報告 來 我的博士論文你看一下 警察 警大畢業 我不是說看不起 警大畢業 警專畢業 萊克 GSDK 不要丟自己的臉好不好 看不懂 警察看不懂 對啊 這個動作代表什麼